各位的homework也已经做过了 针对了水系的还有火系的 那当然在Sykit-learn里面除了K-means以外 还有一个叫做minima batch K-means的这些的方法 那可以看到它有一些些的差异 那其实在我们做这个机器学习 做所谓machine learning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不会只有用一种方法 我们今天下午会有一个案例让各位做练习 我们最后当然会产生出来一个ROC的curve 尤其是在这个所谓的监督式学习的部分 因为监督式学习我们有一个target的目标 那这篇paper呢就是也是用machine learning 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们等一下会分享像这样子的 这个paper给各位看 最后大概就会类似像这样子一个ROC的curve 看看哪一个的performance会比较好 好OK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那这个mini batch means 这个一样如果说各位基础的其实我们这个大概已经都交差不多了 剩下的就是各位要看着这些的武功秘籍 所谓什么叫做武功秘籍呢 就是葵花宝典 就各位要自己去看看坊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的documentation 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就是PsycheLearn 这个原版的这一个官网 它有非常多的这个examples 各位可以去看 那这个是在mini batch k-means 我们点选一下 各位可以去看 它的sample都有 来看一下它的 看到没有 这边它的它也是一样nclass要分几个 所以它预设值呢是让你分八个 所以说你自己可以去做这个调控 如果说像我们刚才的是两类的 或者是iris是三类的 那这边都是有它的练习的条码这些 你们都可以去看 那它还有其他的方式 很多你们可以去练习 这些都是用mini batch k-means 当然你们自己k-means也是可以去看到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个PsycheLearn 刚好我们顺便也提到这边了 我们先来看这个地方 到PsycheLearn这边有一个examples 各位可以点选一下 那这个examples点选之后 可以发觉到这边就是我们很多机器学习的一些的分类 像比如说我们的classification 做这个分类 那这些分类的部分 你就可以去看看它不同的source code 这些都是一样 其实可以各位去做一个学习 那我们今天的clustering是在这里 分群 分群的这边就是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那看一下应该像我们今天早上的PCA 这个SVM有没有 Support Vector Machine 这个SVM看到没 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教材 你可以像这个是之前分享过的 就是Iris 直接做的一个dataset 三个分群的部分 这边有一个preprocessing 就是我们之前有提到过的这些做standard 做这个标准化的时候的一些的方式 这边 好 这一边 这个是neuronetwork 这个是内神经网路 好 那这边也有一个feature selection 有没有 这个是选择你需要的这个特征值 那也有一个dataset 不同的dataset 你可以去应用到不同的 好 那这边的话 其实就记得 反正有空就来这边 来看一下它的examples 那这边也有一个user guide user guide原则上演 这边看到没 这个就是supervised learning 监督式的学习 我们有谈到了linear model 这个就是所谓的线性回归 那svn 然后这个什么天真式的学习这些 好 navy navy这个被 decision tree 这些都是朗朗上口的 好 那再来 我们今天大概的topic就是 I'm Supervised Learning 好 模型怎么去选 这边做close validation 做我们一次调控 做五次的验证 好 那这边是做visualization 做我们视觉化 也就是最前面资料的时候 去做探勘的时候 这边 Psyche Learn也提供了哪一些的套件 好 那这些套件 不是我们原先以前提的那个 Metleprop 这是他自己提供的 好 如果说 这个 各位就可以 看看 这边有一个看到没有 confusion metric display 这个去看我们的 混淆矩阵 的 好处是说这边他都有一些程式码 那你直接就用他的这个confusion metric display就可以用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他怎么用就是这个 看一看 这边 这个是我们先去产生他的混淆矩阵 混淆矩阵怎么产生 当然是我们去做我们的prediction的结果 在这里做predict 还记得吧 我们做xtext predict 产生出来的就是prediction 我们预测的结果 预测结果跟谁去比呢 刚才是跟我们的y test 我们test的目标变数去比 所以说他会画出来一个所谓的这个混淆矩阵 那混淆矩阵 这个是true label true label 记得吧 这个地方是true label 比如说我们说是这个 我们今天有提到的 比如说是 水系的 火系的 然后预估成水系的 预估成火系的 所以说纵轴的部分是predict 预测的 那当然了 这一个对角线就是代表 true positive negative positive 就是对的预测成对的 错的预测成错的 当然这个对角线当然越高越好 因为这个都是预测正确的 以这个部分来看 true positive 然后预测成false 那这个就一个 那这个是false positive 这个是实际是false 但是预测成positive 那是两个 大概这个错误率就可以知道了 2加1就是3 然后整体的个数是多少 好那所以说可以看到 蛮多的工具都可以用 那其实很跟我们最前面最大不同 在基础班的时候 绝大部分不同的部分就是很多的程式码都是类似像一个韩式的方式可以去做 好那这个部分还不错 做一个data transformation 从长资料转成宽资料 或者是一些mutate missing value 这个是补差值的 那这个其实 这个可以要探讨的议题 非常的多 这边就是 当然了就是 我们初步的时候会先拿几个模型跑一跑 跑完的结果 准确率假设是82% 那接下来要怎么样增进我们的准确率 接下来就前面可能还要做很多的动作 去做tuning的动作 不只是model上面的参数要去做修改 前面的data cleaning 我们这会叫资料清洗的部分 是更重要的 填补移肉质这些都是一样 好那这个是data loading的utility 那我们这个有一个叫做toy data set 就是玩具型的资料集 玩具型的资料集就是波士顿的房价 Iris 还有这个是糖尿病的患者 这些还有红酒白酒的 这个是乳癌的 cancer的 这些都是一个玩具型的 资料量没有那么大的 那这边 那这个就是我们之前有提过的 波士顿房价的预测 好那因为我们今天下午呢 就是一些资料集 让各位去做做理解 好这个real world data set 好 the real world 大家点选过去应该会有这个是加州的房价 好我们点选一下 这地方我反而比较少来的 看一下它这个total的是有20640笔的资料 八个栏位 它是希望你是做所谓的regression 就是回归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还有一些什么 至少这边将来我们基础学完课了之后 有机会就可以来去看一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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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就是我们的user guide之后可以慢慢有兴趣就一个一个去 去学习一下 那当然最后的还有一个examples 是更多人的范例 好那一样 这个homework就留给各位 自己练习一下 好那这个是刚才的练习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直接就用刚才的k means 然后两个 做predict 然后scale 就把刚才的图很快的画出来 好那 接下来我们当然还会希望看到 就是所谓的sse 就是群体内误差的平方核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刚才提到的 假设我们的domain know-how 我可能对于分类的分群的这个个数如果不是很清楚的话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在整个卖场的时候我假设有一万个会员的消费的习信这些的资料 好那我到底要决定我的客户群几类 那当然这个是一个domain know-how 如果说专专业经理可能这个零售业的他们可能会有自己的族群的分类 好那当然了也可以藉由我们的这个这个程式去帮他会不断 其实他就是用穷局法帮你去找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怎么样用kmeans去他帮你去决定 好一样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来我们接下来对宝可梦两个属性一样 就是刚才的这边去做分类 那我们这一次用的是这四个分类 还记得吧 好我们一共有这四个分类 好找出来这四个分类呢 一共有102笔的资料 两个栏位 一样我们还是去找这个 好我们现在为这个是做什么用途 这个是我们已经知道四类嘛 好那我们看看等一下找出来是不是四类 就代表他帮我们找的这个族群进行分群的时候对不对 那等一下当然一样请各位再去练习了 假设分层 刚才看到吗 我们刚才那个mini batch的kmeans 它预设的是八个分类 你也可以把它做八个分类可以看一看 好那这边就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那一样各位可以的话就把它猜出来 猜出来这个到底这个结果是什么 看一下 这结果是什么呢 来看一下 来解释一下 那我们找我们的data的资料栏位是type1的这个栏位 然后呢 记得嘛 这个是一个逻辑值的判断叫做等于等于就是去判断 这一个等于 好那这个值是什么呢 来看一下 如果说不懂 来这边没有了 看一下 我们把它copy一下 贴过来 好就是ferit 针对这一个ferit 然后把它取出来 好那这个只是取一个 那我们接下来是用一个fold的回宣 把什么 把这个list里面的0 一二三取出来 然后append到我dfclf的这个资料集里面 好各位理解吗 这个理不理解 这是在基础里面教的 好来我先跟各位提一下 我们刚才是不是产生出来的 这个是好来先 你们可以做像这样子的动作 我是做分解给各位看的 我现在把它就 因为我这个是ferit 好 我只是ferit而已哦 好 取完之后呢 我就让它印出来 好看到没有 这个全部都是ferit的type1的值 type1的值 看到没 好 那接下来这个动作做什么 因为我们一共有几个在我们的list type 因为我们现在找四个出来 就是这个 一二三四这四个 那我们怎么做 我们现在就for i in range 好我们从0开始 为什么从1开始 因为我们第0个 还记得吧 我们的index就是这个 因为这个是一个list type 一个串列 串列里面有几个element 四个element 四个element 它的index从0 一二三 所以说我们这个index的0 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ferit 这个单字 看到没 好来 各位自己试试看 ferit1呢 ferit1呢 就是第二个值 fighting 这个 2 0 1 2 3 好 所以说你看这边是取 这个的长度 那这个的长度是多少 0 1 2 4 4个 4个长度 所以说从1到几 因为这个取值是n-1 所以说取1 2 3 那我们刚才的0已经取了 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取 第二个 index index是1啦 index1是第二个元素 接下来是index2 第三个元素 最后是到第四个元素 取出来 然后每一次都是比对 第一次刚刚我们已经比对了ferit 那接下来是比对什么 fighting 然后把fighting 写在后面 好 那接下来 1 1的地回 找steel 钢铁的 i's 好 好 那找完了之后我再attach这个值进去 attach这边 x这边 好 最后我们会产生 出来 cf的值 好 好 那我们就产生了 这个x shape 这边可以看一下 好 看一下 这个是x shape 102比 然后xy 好 这是我们要去做的 投入的 然后找找看几类呢 四类看看 好 那来看一下我们的值在哪里呢 在这里 这个 那x shape 你们也可以看一下 这个x的s shape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那type1有几个类型 一二三四就是我们刚才四个类型 还记得吧 102比的资料 12个栏位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用一个list 我们让它跑10次 好 这边是尝试10个值 因为我们原先之前定的n cluster 以前是订2嘛 就是两类嘛 iris是订3嘛 是三类嘛 但是我们现在就让它自己产生 从1开始一直到11-1到10 所以说产生10次的k-means 每一次的cluster从1个cluster到2个 3个一直到9个cluster 好 比较到10个 好 因为是到 到这个 11-1 好 所以说就用这个方式 然后每一次呢 都去做 用Xstandard去fit 好 Xstandard我们有没有秀出来给各位看 好 Xstandard 这个是以前讲过的 取它的标准差 就是那个special attack 跟special defense的两个 你们自己执行一下 好 那找完之后来看一下的结果 它有一个值叫做inintir 那这个值就是所谓 等一下我们可以去看到的 好 那它就是把这个值放进去 等一下我们可以看看这个 这个值到底是什么 好 我们append到这个list里面 list里面 好 接下来把这个值画出来 好 一样哦 将来的时候就是换你的哪一个 换你的Xstandard进去 其他都一样画葫芦 你要跑10个 跑11个 一样 好 那这个部分可以去看的部分 就是去看看它的转折点在哪里 那当然这个转折点你说老师 2可不可以也像4 3好像没有 4好像看起来有一个转折点 对不对 然后5 6 7 8 这个就还好 这个转折点是也还好 好 所以说刚才从这个地方来看的时候 很明显的当然是2跟4 好 那你说老师我们明明分了4类 它转折点有2 4 那到底是哪一个 或许啦 或许应该是这样子 或许有两类 其实它也很雷同 这两类呢 又很雷同 所以说它也会预测说 好像是两类 好 但是4类也是可以说 这个部分都可以 将来要去做try 好 那接下来是改成20个了 20个状态就差不多了 大概在这里也是2跟4 好 那这边就只是给各位一个参考 好 好 那这边各位练习一下 就练习到2.7节 2.8节这边